仅超2000支假K歌神器 两难学翻1500万 开中45岁张姓男子和嘉义40岁真是男子 他们自去年9月开始 从对岸以一支麦克风300至1000元不等的价格引进台湾 透过网路和批给夜市摊贩 一直卖690元到1600元不等赚取一倍价差 我先是在网路还有一些夜市的 的那个专门的一些那个门室 然后采握到少量的行动麦克风 巡线去追查上游 然后在台中还有嘉义地区 有找到两个 发现两个大型男子的网路上 警方查扣9363再版的行动麦克风 估计流入市面的假货超过2000支 听诚市值1500万元 甄庭有一个刑事认证的编号 以防中心台中报道